家人们,下午好,这是一棵双旋,家人们可以快快,这是一个旋扬,这就是一个旋扬,像这种树,我们就是不按常规去做,不按常规。 你比如说,如果光用这一个旋扬的,也可以,但这个旋扬,就不如这个,一定要发挥它本身素材的浓动性。 第二种呢,就是我们在做树,在复杂的时候,不一定把铝丝全部吹光,有的需要补调的,比如说长长一点,我们可以补一下, 不像是,把它长长的针长,比如说要下边的针,向下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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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们可以把它把它把它拔掉,把它把它拔掉,因为它这个背景的,穿住的,看起来比较长的。 在机上用剪刀,因为剪刀上面,它有一种锈,它会感染震液,它会发光。 所以说我们尽量用手具把它制掉,把它制掉,我们可以。 比如说,这种树呢,我们要通过大陆,我们看一下这样子。 所以说呢,这个在製作的时候,我们一定要多度努力,多度努力,把这个树,用最短的时间,最少的精力把它完成。 谢谢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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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。 。